我想在議決方案的過程裏面 立法會大樓是會聚集了很多人 他們的情緒可能會因為議會 就一個社會上也具爭議性的一個議題 進行辯論的時候 外面聚集的人群可能的情緒也會很高漲 所以我們一定要採取一些防範的措施 避免如果外面結集了很多的人群 而他們又假如說會很激動的時候 是怎樣可以維持到大樓周圍的安全 維持到大樓裏面的議會能夠正常去運作 去作出它的那個決定 這個是我們行政管理委員會的責任來的 我們很清楚知道 單憑立法會自己本身的秘書處 單憑立法會自己的負責保安的同事 是未必可以應付得到大量的人群 結集可能引發的那些問題的 所以我們都有一套很清晰的一個行事的準則 去到什麼的情況之下 如果那個風險的確是相當高 我們一定要尋求警方的協助 來維持秩序的 因為畢竟維持治安、維持秩序 這也是警方的責任來的